第九题 我们先假设我们的气球的浮力F向上 然后呢支架有支撑力N 这个N呢不一定会向上 但是只要我们计算正确 那么它的会结果会自动调整 如果它是向下它就会变成负号 那么有个重量100克重是向下的 第一个呢是要合力等于0 所以向上力要等于向下力 F加N要等于100 第二个是要力矩要平衡 就是合力矩要等于0 那么这边是支点 那么这边就是力币 这里有40公分 这个是力币呢是100公分 那么力矩就是力币乘以力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顺存中力矩 这个是我们的逆时中力矩 所以呢我们的40乘以100 要等于呢100乘以F 所以F呢就是40克重 也就是我们的气球浮力40克重 那么F加N要等于100 那么F是40 所以N就会等于60 那么我们方向呢 是跟我们画的一样是正号 是向上的 所以呢这60克重的支撑力呢 是向上的 因此我们的第九题问我们说 刻度此恰可保持静止平衡 则下列合者完全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气球浮力40克重 支点支撑力60克重向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